回过头来关心的是 总统蔡英文的核心幕僚的电脑 疑似遭到骇客入侵 导致府内的资料外泄 对于是否有内鬼泄密情况 总统府发言人今天下午强调 是骇客不法窃取的行为 加以变造 因此不存在泄密的情况发生 另外也有人认为 是马政府执政时期 治安没做好 才导致现在的文件外泄 520前 总统府机密文件遭骇客入侵 让府内全体绷紧玄机 尤其流出内阁人士 与打赖路径等机密文件 被认为是派系斗争抢位子 难道是内神通外鬼吗 流传的这些变伪造资料 并不属于公务文件 也不是把定列管的机密 可能都刻意冠上 有关总统府 或是总统这些相关的连结 其实很清楚 它是经过变伪造的文件 不存在所谓的 所谓是你刚刚说的这些泄密 强调没有泄密这回事 只是文件内容还点名 NCC委员的任命 要考量够不够率 而主委全耀祥 还曾经被行政院长苏贞昌 抓去巡化 对不起我们没有说什么 清理色彩这种东西 这个是这个文件自己写的 如果他们是这样子 在讨论派论 我们完全不能接受 我们不会行使人事同意权 然而总统府被害 民进党无意农却酸 马政府时自安没做好 才导致现在文件外泄 这让马前总统听了 我又变成马维拉了 这种说法实在是很无聊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们那时候 为什么没有出这种问题呢 那一刻没有做好 这当然是这样子啊 酸药府方认真检讨 别怪罪前朝 俄亥克风暴 目前追查 是蔡总统核心幕僚的私人电脑 连外网时被锁定 已经排除国家机密外泄 却先绿营茶虎风暴 记者送我报道 和声明 谢谢大家